好,各位朋友,很多人都知道駝背是不好的姿勢,駝背是不好的習慣 但是,我們往往看到別人的駝背,你會覺得這個人沒精神 但是我們自己有時候在累的時候,或者裡面又很專心的時候,你可能會忘了我們要延伸 雖然我在很多課程裡面有講到,我們量身高的樣子是一個最好的,又挺又亮的樣子 然後在我們想像你量身高就是虛靈頂靜這樣的時候是最好的,可是當我們忘記的時候怎麼辦呢? 所以,我有發現到房間有很多廠商都在做一個東西叫做駝背矯正帶,又叫做八字帶 那個八字帶原本是用來固定鎖骨的幫你擴張,因為鎖骨鍛鍊的你必須被擴張之後才能夠好好的長好這個鎖骨 這個擴張的樣子其實往往就是我們應該像量身高,想像你兩邊也延伸這個很好的站姿,很好的不要駝背那個儀態 所以很多人拿那個八字帶來當作駝背矯正的姿勢 甚至有的家長會要求你的小朋友說你給我穿那個東西,然後穿好像國外的品牌,然後大陸的品牌叫做貝貝加 就說你穿了之後我可以又挺又怎麼樣,可是那是一種被動的 那我還是不太贊成你靠那個東西來被動的支撐你 我的意思是說你的意識還是由意識來引導你量身高 因此如果你要穿那個東西呢,我覺得也很好,但只是用來提醒你自己 所以這個八字帶,這是我們自己公司的八字帶 那我們把它叫做駝背矯正帶又叫做美姿帶 那它帶的時候其實注意,不要束太緊 束太緊會引起一些旋關上的一些障礙 OK好,所以你看我其實稍微鬆鬆的 它不是一點點緊繃的,但是不用繃太緊 這個地方是可以調整你的壓力的適當的位置 比如說它這個壓力的轉折會有很大的壓力 那我們用這個設計它有點彈性,比較不會有壓力 那這個八字帶幹什麼呢? 其實我只要一放鬆的時候 一放鬆的時候它是鬆的 可是如果在正確的姿勢它有一個提醒的作用 所以提醒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說我只要把身體是脫背的,其實它這個拉力就變大 我們不要那麼大,我們就把自己提醒這樣 所以它其實不是一個矯正 矯正你的知識,它是你的意識引導你 它是一個提醒你的工具 所以比較正確的地方是要提醒你 那尤其在什麼時候特別需要提醒你呢? 就是想像你的壓力增高就是你作折的時候 為什麼作折的時候特別需要提醒? 因為我們作折的時候就會大腿跟寬寬脚會曲曲 這時候臀部的肌肉負責到骨盆就是骨盆上方的這個肌肉 會拉得比較緊 所以我們人坐下來會容易骨盆後勤 所以人的骨盆後勤坐下來有一個力量 你很容易後勤就變成是所謂的駝背抬頭的姿勢 這我在很多地方都講很多它會造成一些壓力 這就是上交叉症候群 產生頭頸肩很多症狀的一個源頭 所以這個袋子因為向下我就記得崩了 最後我得把它坐直 當我把身體坐直之後 這個力量就是一點點緊了 所以它是一個訓練的一個方式 你如果一駝背你會發現它不但崩 你呼吸也是悶的 可是照顧延伸之後 你呼吸會覺得比較順 那我一直在思考 其實站姿量身高還是比較容易養著的習慣 那坐姿很容易駝背 那我有發現到一個問題 其實是你的髖關節的問題 因為你的髖關節當你坐下來的時候 它如果沒有維持在一個正確的位置 它有點打開的時候 髖關節外展的時候 你的骨盆特別容易往後倒 這時候你要維持頭背 又特別的困難 所以我建議 還要再加上一個東西叫綁腿帶 那麼我把綁腿帶跟這個八字帶呢 變成是 這叫端正帶 我們叫做端正帶 變成是我們公司裡的page 就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可以讓你一股塞到裡面 做正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你做得很輕鬆 打電腦鍵盤在桌面下 這樣打電腦 這樣子工作 這樣包括小朋友這樣做的寫字 這樣閱讀當然要有看書架 反正你這個姿勢它提醒你不要頭背 所以不要說太緊 可是腳綁起來 你會發現非常的輕鬆 那關於這個綁腿帶 我們又叫做端正帶 為什麼可以寫出你很輕鬆的 保持一個端正的姿勢呢 原理很簡單 除了我剛才講髖關節的位置之外 事實上是你本來會有一些打開 比如說打開腿啦 然後腳都會痠 然後你想翹腳的習慣 為什麼反而就不會呢 因為其實我們的股動脈在裡面 我們束著的外面這個地方 是沒有壓迫到這個股動脈的 所以反而這樣的結構 我們的下肢的循環反而更好 肌肉的穩定性跟平衡反而更好 所以你知道你拿一個東西綁著 你會發現到特別的穩 如果把端正帶加上我們這個 這個叫做美姿帶 這個是一個擴兇的這個帶子 之後這個八字頭背腳的帶 你會發現到 坐姿非常的端正 這個很好的提醒工具 那麼所以我們產品推出 有一個叫做防陀寶盒 就是把這個端正帶跟這個八字帶 結合在一起 加上一個防陀密集的DVD 加上運動的圖卡 等等我們把它配進去一個包裝之後 希望你可以藉由運動 讓你的肌肉恢復良好的狀態 藉由你的意識還是要延伸 然後還有加上 關正帶跟這個維持到一個姿勢 那如果已經駝背的人呢 有駝背習慣怎麼辦怎麼辦呢 在防陀密集裡面 這個DVD裡面 有教你站著坐著睡前 你應該如何藉由肌肉的平衡 矯正的方法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防陀寶盒 推薦給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